经过努力的争取之后 女性也曾在革命的韩武中服役过 1792年的爱国热潮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要求立法机关宣布法律不能禁止女性拥有 携带武器的权利 有人曾说保卫母国的责任 没有人比母亲妻子和姐妹们更适合了 因为他们怀有强烈的欲望 想要捍卫他们最关心的事物 至此妇女可以参加武装革命的行列 不用再隐藏自己的性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会 拜拜